水里明和国中的卓岸合唱团是全县与全国性合唱比赛的常胜军 多年来都靠着校方四处募款来比赛 北部多间辅论社知道之后 就申请国际辅论社的联合社区服务经费24万元 来均给卓岸合唱团使用 我们这次来到明和国中赞助这次卓岸合唱团 最主要就是知道有这个卓岸合唱团 他们因为家庭的关系 需要这笔经费来赞助这整个合唱团的运作 那我们也就是知道了以后 我们跟我们的卓岸社 我们的348地区第一分区的卓岸社 那我们就联合做这次的社区服务 那也希望说藉由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这些小小的一点贡献 能够泡转雨衣来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原乡 整个的文化的传承跟发展 校长全真文相当感谢卓岸社的用心 合唱团经费结局 相信有了这笔经费 能够让学生们无后顾之右的训练 台北市的北京福岸社他们今天特别专长 从台北来帮来我们学校替我们的学生加油打趣 那因为合唱团基本上在学校的社团 其实属于经费很短促的 那福岸社长期以来都一直关注我们这一块 尤其福岸社跟协助我们的彩霞基金会 他们的合作很密切 所以这次也应该是透过彩霞基金会的 那个拉的这条线 让他们来这里做他们对于 偏乡教育关怀的这个行动 县议员王秋薯感谢福岸社对于偏乡教育的关心 也希望教育处能够多加重视 偏乡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们明和国中有一个主案的合唱团 因为我们偏乡都经费都比较不足 因为有善心人士捐赠给我们这些主案的合唱团 让他们有一些的经费能够来 可以促进我们学校的这些的合唱团能够发扬光大 让我们更多人能够来重视我们偏乡 希望我们的教育处也能够来重视 我们偏乡的这些的社团 以及我们的选手们他们的需求 大家都能共享盛举来来资助他们 让我们的偏乡学校能够有改善这样子 明和国中主案合唱团比赛成绩相当优异 但无奈偏乡资源有限 相信在福岸社的协助下 不但获得经费 也能够协助地方发展在地文化 记者求平易 学历采访报导